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操作短期一定要致死 如果你说我持中长线 你可以继续保持 我说和黄医药 你一定要等到它出业绩 因为成哥系的股份 理论上 你信公司的管理层 数据不会太差 这是第一 第二 它会不会派高息呢? 如果它有盈利的前景 它派高息的话 那它的55元就没有承托 我觉得如果你说入手多少钱入好 我说51元就是它那天招股开车的价格 穿了这个位置 这只股票也没有价格了 也没有价格了 你看51元有没有支持位 有支持位你就试试买少许13 有些观众朋友都会说 什么时候买13号? 来到目前这个位置 我觉得如果说51元 你勇者的你冲进去买一手 如果你说没有货的 再跌低一点 再跌深一点 我都会买的 这只13元 或者我买的时候再和观众一齐说一声 就是给大家一个讯论 我今天买一只黄黄医药 这只绝对是一只优质的股票 亦都货疏 所以我觉得值得去买入 而且再加上一样东西 有机会纳入一些指数 我觉得接下来13号 中场市一定是看好的 没有看差的余地 有些边线股票 我自己觉得挺舒服 我可以部署一下900 EON信泰 EON信泰出来的份业绩很好 大家借钱要还美 给钱中介 很多坏仗也收得回 最重要是12号 10月12号派息 看随证之前 有没有几棍可以迫上去 我们立刻按图表来看 900 是的 可以看一看 近期都是上升轨的 你会看日线图 我们看后一点的位置 4.7的大位未必能穿得到 你看到那一天很转很波动 我们再看近期有没有机会 可以挑战一些之前的高位 6.6或者7元那些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期待的 近期就是炒这些边线的股票 可以看12号之前做到财息兼收 没有办法的 是这样看的 我自己觉得 五个一部署一注 行不行 最理想的是 我以为它今天会不胜 接着港股跌穿过5元 穿过5元 我实际上很想买 这一部署 你也看到 如果你看到这一部署 比较不受其他业务影响 你说借钱做一些本地业务 这一部署 近期就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 比较多了 原来品公司 摩托 净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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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